歡迎收看九號的切切思雨 Yuhuuu 我們今天呢要來開箱10萬訂閱的獎牌 Cheers 今天的問題呢都是大家在各個平台 就是我搜集到的 有關於我個人的啦 也有關於工作相關的 還有未來展望相關的 我們就一一來回答給大家 有正值嗎? 自媒體就是我的正值 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了 如何維持身材膚況? 保持愉快的心情 欸這個答案不要聽起來好像很廢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關鍵的耶 怎麼開啊 等一下我現在一開始就遇到一個難題 下面應該還有雨的 我覺得身材是因為我自己真的就 沒有吃很多 然後也算是有努力在控制啦 他兩個吃樂喝食物耶 那就個人體質問題 費盡千山萬水 真的然後還有就是簽名 千辛萬苦 千辛萬苦真的 各種汗跟眼淚都在這 啊 收到了 其實獎牌比我想像中的小耶 百萬訂閱獎牌會比較大嗎? 等到時候就知道了 等我達到百萬訂閱那一天 來 給大家看一下 熱騰騰香噴噴的 十萬訂閱獎牌就在這裡了 膚況的部分呢 我其實是偏混合肌 T字部位容易出油 然後臉頰比較乾 我以前都以為我是油肌 結果有一次去做臉才發現 他說我是乾到出油 所以從此之後呢 我就很注重保濕這件事情 保濕呢要從內而外要多喝水 然後我每天就是一定會 卸完妝洗完臉之後 馬上擦我的保濕的 不管是棉片或是化妝水 一定會讓水保濕在一個 不會覺得乾乾蹦蹦的狀態 扣除我可能一年365天 有不小心幾天 喝到沒有辦法 自己洗褻之外 基本上我每天都是會認真的勤做保養 然後每個禮拜大概會敷臉個3到4次 無論如何都一定會卸妝 而且我是會先用棉片卸 再用卸妝乳再把它就是清潔一次 我覺得清潔很重要 再來就是後面的保濕更重要 然後最後一道就是要擦比較水潤保濕的乳霜 把水分都鎖在你的臉裡頭 然後我也有收到蠻多小雨球 問我愛用什麼保養品 還有我的保養程序是如何 那大家就請見VCR 好的現在是我剛洗完澡 頭髮都還沒有吹的狀態 然後我洗完臉一定都會用 這個是洗臉筋就是跑起式的 用完就要流掉才不會就是有細菌 臉都擦完之後 我的第一步會用這個 潤滴之音的棉片 之前我有開箱過非常好用 這一罐應該是我的第十幾罐 我已經用了非常非常多 我把它的棉片很大然後很水潤 只要一片就可以讓你的整張臉 就是非常的保濕 整個精華液現在都在臉上了 對於番茄的毛孔緊緻精華 這個也是我的第五罐以上了 我自從去年裡去韓國買 用了一次之後就一試成竹鼓 綠色的很漂亮然後香味很香 真的有那種淡淡的番茄味 剛才這罐我在網路上看評價很量級的 有些人說覺得沒有很有感 但是我用了很多瓶 我覺得用大概第二瓶開始 你就會真的覺得你的毛孔有變少的感覺 這件事情是連我的化妝師朋友 我都有說覺得我的皮膚有變緊緻 包括很縮小 再來呢我會用蘭蔻的小黑瓶 小黑瓶我也是從 可能四五年級就開始用了 然後就一次一個底管 就可以擦全臉 因為我真的覺得蠻喜歡的 最近蘭蔻有新出了什麼小黑瓶 Pro就是加強版 等這瓶用完我再去買來試試看 然後如果我今天的膚況真的比較不穩定 比方說就是快要生理期啊 或是長痘痘那種的話 我就會再用小黑安瓶來鎮定一下皮膚 今天有一點紅紅的皮膚有點小過敏 趕快來補救 先看一下現在 臉上的光澤感水潤感 現在是iPhone比較相機 沒有任何調色 最後一步呢我會用這個 伊利斯爾的水霧霜 這也是我去年底去日本之後 用的應該是第四五品了 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一開始是霧霧的感覺 可是呢你塗到臉上之後 它會化成水 很神奇 最後一層呢就是要把 剛剛你塗在臉上的精華全部鎖入 是一個很奇妙的質地 我自己很喜歡 會買回來送我婆婆害我嗎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清香 OK 然後有男生小鬼就問說 湖都怎麼保養的 沒有 就是水 你連化妝水都不擦 不擦 只能說 天生麗質啊天生麗質 耶 想到湖要問問你為什麼選擇湖 談過幾次戀愛如何維繫感情 請問學生時期那種 純純小情小愛算嗎 算吧 我從國二就開始談戀愛 如果學生時期那種千千小火也算的話 胡思我的第六個男朋友 哈哈哈 但是比較認真的話是算第二段啦 大家不要學喔 大家學生時期還是好好念書就好 我那時候就是 太以被戀愛沖灌的頭 反正那時候剛好國中的班導是全校最嚴格的 所以那時候 剛跟第一任男朋友是學長交往的時候 才兩個多月吧就被抓到 所以馬上戀情告吹 是因為那個學長住我們家附近 所以我就是跟他在路上牽手的時候 被我鼓掌撞劍 我鼓掌當天晚上就打給我媽 我一回到家 發鬼然後被打 那在訓導處是怎麼樣 訓導處是第二個男朋友 反正我跟這學長分手之後呢 過一分時間就交了一個 那時候算是學校的 比較豐雲小混混人物 因為我們班導很嚴格嘛 然後知道我竟然跟小混混在一起 就是也是馬上打電話給家長 然後我鼓掌來訓導處 然後我就不想讓那個巴掌 你到底要為了談戀愛被打幾次 從小到大應該被打了很多次 我還騙過我爸 有一次就是去約會 然後我爸就說你今天幾點要回家 然後那時候還戴那種智障型手錶 我自己把那個指針挑慢 然後回到家說 沒有啊 就是我時間還沒到啊 嘿嘿 在神桌面前發跪然後在那邊走 我覺得微系感情就是 你們各自一定要有彼此的生活權 就不要都只是兩個人黏在一起 你們還是要有各自的一個交友空間 然後最好是可以參與彼此的朋友權也不錯 而且如果我自己啦 以我現在每一天 如果我做得到的話 我都會趕回去跟胡吃晚餐 就是即使工作到比較忙 然後他也願意等我到那麼晚 所以也是蠻感謝他的 那為什麼會選擇胡呢? 老實說我覺得我們兩個的頻率還蠻合的 而且我也覺得你要維持一段長時間的關係 或甚至是要走入婚姻的話 其實有一些點 是你們兩個人都要可以接受的話 我覺得就OK 即使這個點在外人看來 會覺得很荒謬很不可思議 但只要你們兩個OK 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比方說像我朋友都沒有辦法相信說 我們兩個竟然真的有曾經打架過 但是那個打架也不是什麼很嚴重的 我們還是有一個底線在 然後也不會說就這件事情 會一直抓住他不放過去就過去了 還有比方說胡就是客家人嘛 他非常的勤儉持家 有時候看到他在賺一些小錢 我也是會覺得看不太懂 但是就畢竟我自己也沒有到那麼在意 然後就讓他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算是互補的一種吧 沒有 加上我也很包容他 那我覺得呢 這就像是有點老人家在講的 每一個鍋子都會找到 適合配他的蓋子的這種概念吧 好 下一位問你 你最愛的食物飲料甜點是什麼? 韓式料理 烏龍麵 火鍋 飲料 大人的飲料算嗎? 不算 拿鐵算嗎? 算 還有蜂蜜綠茶 還有那個你喜歡我問你最愛的 麗頓 麗頓奶茶包泡的我最愛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甜點 但是我蠻喜歡吃千層蛋糕跟起司蛋糕的 其實是兩個我唯一比較能接受的 還有小泡芙 那麼這樣起來之後你第一名喜歡的國家 韓國啊 沒有之一 那麼最不喜歡的國家 哈哈哈 這麼過最雷的是 OMG 這一題可以回答嗎? 這一題要怎麼回答啊? 這一題回答不管我每天都在雷 我包括剛剛出門都在雷 我出門沒戴戒指 是虎幫我送來的 然後我前兩天就發現 我們有三期水費沒有 我差點被停水 而且其實講三期好像很少 其實就是從你搬進去到現在都沒想到 然後昨天想說跟胡開瓶啤酒來喝 我跟他說 欸 你的那個啤酒是多多乳酸的 要不要搖一下讓它均勻一下 他就搖了然後一開 砰 爆掉 那那會變了你喔 不愧是 不愧是互補的夫妻 就他也沒想到我也沒想到 是不是兩個強帶 我剛剛收到一個我們有東西沒繳的單子 嗯? 我們有東西沒繳 我幫你繳繳 是什麼東西 你最常買的衣服 如果我自己現在就是需要馬上有一幅穿 然後想要比較樣式選擇多的話 我就會直接衝去AIRSPACE 因為它們是很多 然後它的風格也很齊全 你要可甜可鹹 然後可辣可帥 各種風格幾乎都有 然後如果是比較日常的話 GU啊 UNIQLO Cream Shop Lofi還有Netway 我也都滿常買的 然後最近呢 我也很常去逛 首爾妹他們的官網 還有我朋友也開了他自己的 算是選物選品店 你們會有興趣嗎? 有興趣我大概分享給你們 喜歡的指甲款式 這就不得不說起我們的 我們的美甲師 一生必推 我先放他的IG在這邊 我自己的款式都比較偏 淡雅氣質款的啦 深色系比較不會出現在我的手上 然後以平常好搭配各種產品拍攝為主的 然後你的MBTI 你回到頭幾次的MBTI 我的MBTI是ESFJ 以前大家都說什麼星座 來 金牛座B型MBTI是ESFJ 身高157公分 一次回答給大家 體重跟年齡呢? 體重現在大概47到48之間 年齡18 每次開銷的新產品都去哪了 好多人問這題喔 大家可能都以為我們手上很多產品 但其實沒有 它是分好幾個不同方向 其實我們合作完 借測完的產品 不一定都會留在我們這邊 也是滿常會收回去的 那如果有我自己真的用完覺得很喜歡 甚至我也會問他們說 我可不可以去買 再買回來 對 再買回來 然後如果真的是一直都留在我們這邊的話 身旁有興趣還有需要 他們想要借測想要玩玩看 我也會借他們玩 然後如果他們真的也很喜歡 可能就會 所以說一叮叮叮叮叮 小蠻尼 當然我也是會看情況 有一些覺得可以跟下一代做比較的話 我就會把它留到 做完比較之後 再來看要借別人 或是我繼續留著自己使用 你的主力機跟副機是哪幾支 都會帶出門嗎? 都會帶出門 而且我常常一次帶好幾支手機出門 最高紀錄可能有沒有7支啊 包包重啊不行 然後兩支以上在我包包的手機是常臺 我現在的主力機是三星ZF6 然後副機是iPhone16 Pro 就是剛換 但是呢 我現在最近在使用的是 Vivo V60 Pro 因為我剛帶著他去德國出差回來 拍了非常多美照 先秀幾個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我近期應該還是會把它當成我 拍照機來使用 捨不得還給廠商 怎麼會對3C有興趣? 做科技相關YouTuber呢? 誒... 他也知道你前一份工作耶 對啊 其實會踏入3C科技的領域 是因為前一份工作 我不是本科生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本科生 沒有我是視新新聞系的 我是進去之後才開始自己慢慢學 他也算你怎麼本科生耶? 喔 就是對鏡頭講話比較沒有那麼害怕 呃...這裡有可能 可以請大家去看你的那個 哪個 TikTok影片呢 這邊可以有TikTok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我是覺得 我進到前公司之後 開始自己慢慢對科技有多一點摸索跟了解 之後發現 誒 科技變化很快 就是我也是一個蠻需要新鮮 衝擊刺激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每天都可以 吸收到很多的新的知識 新的東西 蠻有趣的 就一直做到現在了 就雖然我自己是金牛座 但是就是去看了什麼月亮上升之類的 我發現我骨子也是有流著牡羊座的熱血 那個衝勁其實還是有的 所以還蠻需要一些新鮮感的 加上科技也比較少女生在做 雖然最近比較越多 自己出來做 你在前公司體驗有什麼不同? 嘻 很大的不同 現在只有自己會累自己囉 自己出來做之後變得很自由 但相對來說也沒那麼自由 以前你上班就是估計時間打卡 上班下班 然後有routine的事情做完就好 也不管你做的好或不好 你還是會領到那份薪水 但現在自己出來然後有一個團隊之後 就會覺得說我做的這些事情 除了想要對自己負責之外 也想要對團隊負責 還有對信任我的廠商負責 所以我覺得那一份壓力會稍微多一點點 而且以前就是做的任何事情 都會感覺是為別人而做 頂堆 頂堆 頂多為自己賺一份薪水而已 但現在就會覺得自己是真的為自己 還有為我的團隊 為我的粉絲小羽球們 還有我身旁就是在意的各個重要的人事物 就是多了自己想要去前進 跟努力的一個動力吧 反正以前就是社畜嘛 老實說公司的財務狀況啊 營運方向什麼對我來說 都不太關我的事嗎 對啦 我到後期有扛了一點業績壓力 但沒關係 反正我現在會變成說 我做的每一個決定 其實會影響到非常多人 所以就會讓我需要更謹慎 然後更信心的去做每一個決策 每一個決定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然後我有看到有小羽球問說 流量會不會很難變現這件事情 我只能說就是我在前公司的時候 剛好有搭上那個流量列車 就一路往前 但現在好像就是大家都默默的開始陸續下車 而且就是加上受到了蠻多外力影響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然後演算法也一直在變嘛 還有應該很多人都有訂閱YouTube Premium 那你訂閱了之後其實廣告主也會覺得說 現在下廣告好像沒有太大的效益 就變得也沒有以前那麼積極 所以我自己來看啦 如果跟去年同期比的話 大概都是下降了大概30%左右 接下來是一題你會被大家罵到不行的一個問題 請問之後會固定開直播跟大家聊天嗎 我要先跟大家懺悔 我在每一支Q&A影片 或是反正大家有問我都會說我會開直播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到 我在這邊先跟大家舉功 做不起來了 沒有啦因為現在團隊真的就小本金嘛 我們的人手真的有限 所以很努力想要常常開 但是都還不行 但是我這邊先跟大家承諾 我個人的部分 我以前都還值錢嘛 我個人的部分 我之後呢 真的會希望大概2到3週 可以在IG開一次直播 我個人是希望2週可以開一次直播啦 好 跟大家聊5分鐘也是聊啊 你知道我畫夾子一開我就停不下來 好 兩週 先2到3週開一次直播 大家可以先追蹤起來 然後我們之後會再更加努力 在Instagram見 可以拍一日Vlog嗎 我的Vlog流量都很慘耶 你們要確定有要看我才要拍耶 之前拍過好幾次 害我都很挫折 沒有人要看我什麼沒有人愛的 沒有人在乎我 因為你生活太無聊 對 耶 這題超好笑的 嗯 跟胡拍片他配合嗎 會吵架嗎 哈哈哈 給他錢他就比較會配合 你確定 給他錢他也不一定會配合 我覺得胡就是真的很標準牡羊座 就很看他心情 他心情好就是 喔隨便要擠卡 都從來沒有關係 但大家一天流汗或他打噴嚏過敏 就會覺得 到底拍多久 拍完了沒 反正一切就是遵照他胡大爺的心情 去做事 大概不吵架的比例是 3...4% 你確不是3...4% 真的很看他心情 我跟你講如果我最近很累 他就會有點心疼 就說好啦我幫你拍 因為你嘴太可憐了 對但拍一拍又會說好了嗎 這樣就夠了吧 再來一次的話 他說我覺得這樣可以啦 畫面我太醜了不行 我覺得很好啊 胡大爺 你是如何維持工作愛情生活平衡 你有平衡嗎 好朋友耶 我也還在找 我還在摸索 但我覺得又比以前好了 但是因為你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嗯 從我剛剛在猜獎牌就知道了 我一心二用回答得多不好 我覺得我真的以身旁的自媒體來說 也是大家很難在 工作跟生活當中切得很開 應該沒有人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邊玩邊工作 你很難 我很難 一開始很難 我覺得我現在有變得比較好了 你知道我自己剛出來做 然後那個疫情剛解封 可以飛出國去拍片的時候 壓力大到哭耶 每一次都哭 然後我的夥伴就說 你不是要去玩嗎 你在哭什麼 我就說我不知道我壓力好大 我很怕就是萬一我玩的不好玩 拍出來畫面不好玩不好看怎麼辦 而且我當下就有一個心態覺得 我不是去玩的 我是去拍片的 最後就有點變成就是 玩也沒玩好 工作也沒有到 真的顧得很好的感覺 對 但我現在有進步了 就像我有一集去教室吃東西 因為你是一個什麼東西吃 你都不一定好吃的人 你這樣從來來講 我覺得不好吃耶 最近變難看 你都不好吃 誰要看我吃啊 對 就是會覺得 唉 不知道啊 如果那時候自己怎麼這樣啊 還是我們有在幾天 每次都要送他便你都哭 對啊 我都哭我 我跟你講我現在可以在鏡頭面前 然後我們這樣聊那麼多 你都經過多少眼淚 我跟夥伴我們每一次出去出差 只要有過夜的 每一次都哭 沒有一次例外 每一次都是隔天一早就要起來拍片 或是當天影片拍不完 對 可是這個結論都是一起哭到 隔天明天4點喔 6點起來拍片 對 好多年在美國也是喔 連在有時差的地區我們也是 所以沒睡覺 對 所以真的我們兩個都成長很多 我不要拍了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我以前跟虎也會這樣 是我不對 然後成長就開始想說 說像怎麼辦 可是我當下 大家可能都有我在發脾氣 但其實我最追跟對才氣自己 沒有表現好 為什麼是這麼德行 到現在其實偶爾還是會 但是就是那個 小火苗慢慢就越來越小了 好啦 創業的心路歷程 之前好像有聊過 可是我其實真的回顧 算我們第三年了吧對不對 第三年 我覺得自己算是幸運的人 就是我也沒有負債 我也沒有欠誰錢 一路真的算蠻順的 就是我的家人朋友 然後團隊夥伴們全部都很挺我 然後也非常給力 以及就是很多天使客戶 天使客戶們就都沒有忘記叫小的我 會被大家提起 然後記住 帶出門或是合作 我都覺得非常的感恩 然後也很感謝就是天使客戶們 都蠻體諒我們的 因為畢竟我們團隊就是 目前是小規模嘛 所以很多事情可能就跟不上 或是還可以做更好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都 一直在肯定我們 給予我們更多的機會 還有就是小羽球們就是也很 也很感謝大家 下面也要哭啦 但是就真的發自內心的感謝大家 每一支影片都有看 然後首播聊天室都有跟我聊天 然後線下活動也會盡可能的來支持 然後詳細的創業歷程一樣 可以去看我這支Tech Talk的影片 18分鐘有非常多的精華 三年的精華都在這 不只還有我前面的 喔~~ 很精彩耶 鮮起來很精彩 胡她的朋友說 我是YouTuber長青書 就覺得我已經在鏡頭前面好久了 雖然大家可能是我自己出來做 才認識我的也有可能 但是也有follow我很久的 對 我真的是拍了蠻久的影片 有的還生小孩嗎? 我還沒蜜月呢大家 你們記得嗎 我雖然一直出國 但我還沒有蜜月過 都還沒蜜月怎麼生小孩 我覺得我是會生小孩的人 但是不是現在 之前我問過你說 就是那你有考慮動軟嗎? 自己的答案還是一樣嗎? 欸我之前真的是就一翻兩瞪眼的 我會說明年我如果沒有要生的話 我就不要生了 連動軟都不要 我之前就是這麼堅定 近期也看到蠻多身旁的朋友 真的都有去做動軟這件事情 就覺得他們蠻勇敢的 然後現在對這件事 也不是說那麼排斥 就大概一半一半吧 我前陣子有去給我一個 會看手相的朋友看手相 他就看著我的手相說 嗯 你想要生小孩的話 你必須在工作跟生活當中 找到平衡才有機會生 我現在呢就先從這個方向努力前進 拿到十萬訂閱的獎牌之後 你有為自己訂下什麼新目標嗎? 當然首要的目標就是 先在生活跟公共當中找到平衡啊 然後過好我的每一天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也困擾了我一段時間了 就是我其實現在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找回我自己的分享欲 因為我有去看我自己的IG 我以前是一個很愛分享的人 我什麼都拍啊 就我也不知道 忘了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突然覺得好像 算了 不要 沒必要 把自己有點封起來的那種感覺 但反正我覺得 我現在自己是努力有在找回這件事情 就是社群可以變得更豐富更好看 然後也再多更體諒順便的人吧 嗯 家人朋友夥伴們 十萬恭喜 未來影片可以有見完公仔系列嗎? 胡好像是公仔達人 他真的是公仔控 但是我覺得真的就跟前面一樣 要看他胡大爺的心情是如何 我現在就盡可能因為避免吵架 我能不麻煩他 就不要太麻煩他 可是我覺得公仔他應該會蠻有興趣的吧 不知道 還有人問你 未來想嘗試的影片主題 就是多記錄我的生活 我的Vlog日常給大家啊 可是因為我之前試過就發現 大家好像沒那麼愛看 他不在乎我的生活 所以那時候綜合考量之下 就是還是回歸了比較特定的主題 但我就覺得如果接下來更壯大 我的羽翼更豐滿 然後有資本的力量之後 可以就是再多拍一些 我想拍什麼就拍什麼給大家 請問你的手機是每年都換還是壞掉才換 我常常在換手機啊 以前的話大概是兩年換一次iPhone 但如果是三星的 Z Flip的摺機機 我是每一代都換 然後現在iPhone也是幾乎每年都換啦 如果就是剛好 廠商這邊有什麼手機 我覺得我很喜歡 我就會直接立馬換 也沒有一定很固定 所以大家可能常常在IG上面看到 我發不同的手機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這題很Hardcore耶 有考慮回前公司上班嗎 妳說呢 結婚有什麼好處嗎 有人問結婚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 沒有好處 有一個依靠號嗎 真的問題嗎 這是它的期許是嗎 10萬QA就到這邊啦 感謝小雨球們 就是踴躍熱烈烈的提問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最近蠻常在IG上面開問答的 所以如果真的還沒有回答到你的 可以鎖定下一次的問答 我再進行的回覆給大家 喔 還有很多人問關屬社群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是不是好像就是在等等 專屬社群 這件事情可能要再等等 我們現在趕快補充能力 因為我就是不希望大家繳了錢給我 然後我沒有更好的內容給你們 我會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所以再稍等我一下 然後真的這一路上10萬訂閱 感謝各位小雨球們 有你們才有這張獎牌 才有未來我的更多可能 謝謝你們 愛大家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欸 我們這個獎牌要放哪裡啊 門口啊 那不能放在我身後 鎮住 還是我搬到門口 OK 各位朋友們 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與NYU底線N 按讚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